柯文哲要求黃珊珊現在每天開記者會 對總統選舉的政治現金賬戶的假帳雲雲風波 每天開記者會來做回應 可是黃珊珊不是已經說 這所有的責任都是端木正會計師嗎 還去提告了會計師 這樣說明要說明什麼呢 不是全部都是會計師的責任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民眾黨一開始的定調 就是會計師的責任的話 那現在我不知道他們要出來講什麼 因為他們應該完全不曉得 應該完全不知道 黃珊珊身為當時的總幹事 在督導不周的狀況底下 現在要重新查帳 應該是另外一批的人來查 然後再對外來進行報告 結果現在叫黃珊珊自己來查帳 然後自己查自己的帳 這不是就是求援兼裁判嗎 確實啊 這個當然這個比較不符合常理 要去檢討這一次選舉選戰過程當中 的一些疏失跟缺陋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合適的角色 是柯文哲自己 自己扛起這個責任 來當所謂的這個檢討小組的造極人 那當然底下他要找誰 那個是另當別論 他要找黃珊珊來 他要找李文中 這些請他們負責任的去解釋說 他們跟這些廠商之間的關係 以及跟木可公司的一些相關的財務的 一些狀況 好好的公開透明 給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柯文哲是最適合擔任這個角色的 我認為柯文哲還是要負起他應該負的責任 柯文哲要求黃珊珊現在每天開記者會 針對總統選舉的政治獻金賬戶的 假帳雲雲風波 每天開記者會來做回應 可是黃珊珊不是已經說 這所有的責任都是端木正會計師嗎 還去提告了會計師嗎 那這樣說明要說明什麼呢 不是全部都是會計師的責任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民眾黨一開始的定調 就是會計師的責任的話 那現在我不知道他們要出來講什麼 因為他們應該完全不曉得 應該完全不知道啊 所以這也是蠻莫名其妙的喔 第二個就是黃珊珊身為當時的總幹事 在督導不周的狀況底下 現在要重新查帳 應該是另外一批的人來查 然後再對外來進行報告 那結果現在叫黃珊珊自己來查帳 然後自己查自己的帳 這不是就是求援兼裁判嗎 請問覺得剛剛節目上也知道 就是說現在柯文哲找黃珊珊 來當善後小組的負責人 你覺得這樣的妥當嗎 找自己人來就是自己這樣求援兼裁判 那是不是就能當初找端木正來當 快遞是就是來當這個登記帳的這個人 是比較厲害的 確實啊 這個當然這個比較不符合常理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是要做一個 所謂的等於說 要去檢討這一次選舉 選戰過程當中的一些舒適跟缺陋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合適的角色是柯文哲自己 自己扛起這個責任 來當所謂的這個檢討小組的造極人 那當然底下他要找誰 那個是另當別論 他要找黃珊珊來 他要找李文中 這些都是 那過去當然他們選舉的過程中有合作過 那請他們負責任的去解釋說 他們跟這些廠商之間的關係 以及跟木可公司的一些相關的財務的一些狀況 好好的公開透明 給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柯文哲是最適合擔任這個角色的 所以其實我認為 當然現在黃珊珊可能大家會覺得是說 就是因為他可能跟黃珊珊這邊 當然他也怕說現在把他開掉 把他這個叫他 邀他辭掉立委 可能又會多了一個柯黑之類的 所以我相信他大概也會有這樣的壓力 所以再加上現在黨內的戰力 真的有戰鬥力的人也越來越少了 所以這個時候再去犧牲掉一個黃珊珊 其實對他來講是很不利的 所以他才會做這樣的考量 但是我認為是說今天如果要做檢討 要做黨務的革新來說的話 我認為柯文哲還是要負起他應該負的責任 而不是說今天碰到這個事情 現在又把責任又要推給 之前你看一開始是推給端木正 然後後來發現端木正這條防火線 這個擋不住了 然後現在要推給李文中 然後現在難不成下一步就是要推給黃珊珊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要回歸到 柯文哲自己要去扛起這個責任 那會覺得說因為現在不只是有獎章的風格 然後現在也爆出出有兩億的那種現金帳目 會覺得說其實主要的總幹事 黃珊應該是最主要負責的對象 是不是也就責應該是要以他為主 應該是這樣講啦 就是現在相關的這個賬款的這個 釐清的部分 我自己認為是 還有很多東西沒有釐清的 包含說像這個昨天其實也爆出來說 這個200萬的租車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你木可這個花錢打造了一台胖卡 然後呢這個進辦還要用200萬 再去跟你承租這件事情 那這個大家就會覺得很不合理嘛 就明明都是自己人 幹嘛還要多花一筆錢去租這個胖卡 那所以這些金流喔 我覺得到今天為止喔 聽說他們下午3點要開記者會 那好像每天都要來召開 所謂的查障記者會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把這件事情 釐清把它講清楚的話 那你開這個計劃會基本上是沒有太多 對你沒有太大的幫助啦 所以我自己認為是很多事情等你釐清之後 再來做對外的說明 而不是現在喔 為了撇清責任 然後為了可能覺得是說要引導整個話題的這個 所以每天的去開這些記者會 去說這些 可能連自己柯文的支持者 都不想相信的這些話 那傳出就是 傳出這黨內其實有很多就是反彈黃山山的聲音 會覺得他應該就是被主要救責的對象嗎 當然聽到是說這個永三派跟反三派 當然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勢力 尤其是聽說像上個禮拜中評會的開會 當然跟裡面有幾位中評委也有一些認識 當然他們裡面有透露到說 其實內部算是交鋒的 就是對於這件事情 當然沒有到說所謂的吵架 但至少我相信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場 不管是支持黃珊珊或是反對黃珊珊 但是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總幹事當然是責無旁貸 我相信黃珊珊現在展現出他的一個態度 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 那只是說他有沒有需要到辭職這件事情 我認為最後的決定的人還是柯文哲 也就是說 中評會這把刀要殺下去 當然還是要皇上同意 雖然常常在講說什麼中評會是這個共同的決議 集體決策 但實際上我相信這個決策要做 還是要看皇上的臉色而定 所以今天皇上看起來 現在看起來是沒有打算要做這樣處置 那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那所以皇上他還是要負起最大的這樣一個責任 那有一個聲音也是他先辭立委 再主持記章記者會 跟之後的示例 那你自己認同嗎 你說黃珊珊要自己辭嗎 他先辭立委 這個我自己認為是 當然一切就看黃珊珊自己怎麼想 因為我當然我不是他的幕僚 我不太方便在這邊幫他發言 但是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就是很多事情 要負起這樣子一個政治責任 其實就是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包含像他自己說 他要想辦法跟中評會這邊去說明 說過程當中 就像我剛剛講到 他跟這些友好廠商之間的關係 我相信這些東西都是他必須 不管他辭不辭立委 就算他辭掉立委 我相信這個也是他必須要對外去說明的 為什麼常常都是獨厚特定的廠商 然後可能在資源分配部均這邊 讓黨內有一些怨言 那當然我覺得 這個是現在很多人對他的一些評價 可是我覺得 是不是一定要做到辭立委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尊重黃珊珊自己個人的決定 對 那現在你之前的這個黨員是發文說 你認為戰狼夫妻被釋放之後 一旦沒有職線 還一直就是發文 還一直發文才這樣 甚至市長當中 他自己的支持黨才發表一致 那你怎麼看他們現在是這樣 其實我自己認為是這樣 就是底下當然 我覺得民眾黨的 我從以前待過民眾黨就知道說 其實民眾黨本來就是一個 去中心化的一個政黨 因為他就是從網路起家 所以每個網路各自都是一座山頭 各自各一個粉專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一批粉絲 然後就覺得很有話語權這樣子 然後常常都會 用這些粉絲來要挾黨中央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非常常見 在民眾黨非常常見的一個風氣 那至於說我覺得 所以我自己認為是不會有什麼黨中央 可以限制住這些粉專 叫他們不要講話 不要批評這樣子 那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個關鍵點在於說 今天民眾黨 他們現在出來的 發言的每個人的策略 都不一致 就是今天可能 比方說誰誰誰出來講話 跟另外一個人出來講話 那明明都是民眾黨的人 但是講出來的話 完全對不上 就是光是連那個960 跟110塊的那個發票 就對不上了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認為 我剛剛也在節目上面有講到 我覺得民眾黨的高層 就是在這些發言體系之上 包含像秘書長 像這個周宇修 我認為他應該要有更多 賦予他更多的責任 就是說在這起事件當中 不能只是把 所謂的黃珊珊跟李文中 跟段木正送中評會而已 他應該想辦法去 統整大家發言的一個策略 不要整天大家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個吊 然後每個人都是在撇清責任 每個人都好像在鐵達尼號上面 好像快成了 大家趕快跳船的跳船 搶救生艇的搶救生艇 那個發言策略都不一致 那這個才是讓大家現在看到 民眾黨會看笑話的一個地方 那怎麼看就是木可 就是這間公司 之前黃國昌說成立的原因是要省錢 但是現在這個金流問題 然後在它成立的原因 看起來並不像是要省錢的一個黨員事業 確實我昨天其實在臉書上也有提到 說這個2018年的一些傳統 到2014就不見了 就蕩然無存 那我認為這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跟木可公司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木可公司就是關鍵 為什麼財務沒辦法公開透明 很大一部分 因為很大一部分的金流都跑到木可公司去了 那所以我相信 柯文哲的初衷就是把木可公司定位成為 是因為綠營有所謂的幫推跟投資 所以他自己也要成立一家木可 但是問題是 人家那個叫做友好關係 就是那個是友好的企業 就是比方說他把所有的案件都交給幫推跟投資去做 那這個彼此之間的關係是比較密切 但是木可是搞到最後變成是黨營事業 那黨營事業就是在法律上面就是有所謂的灰色地帶 所以這個東西 我自己是認為是 要想清楚 他自己要想清楚 為什麼今天會冒出來這個木可公司 而且大蠟蠟的把木可公司登記在所謂的台坡大樓的二樓 那這個東西 我認為柯文哲不可能不知情 他不可能全部都把它推給 這都是李文中自己藝人的作為 所以我認為 他自己也要負其責任出來講清楚說 為什麼會有木可公司這樣的idea